今天很高興邀請Dreamy上來做這個專訪 大家好 我是Dreamy 大家認識你就是之前的超級巨星 你為何會參加這個比賽 當年有很多不同的選手比賽 在台灣或內地都會有 來到香港就是TWB搞的TWF巨星 其實我參加在第三屆 當中頭兩屆我都不夠勇氣去參加 去到第三屆我終於有勇氣 就玩出這個比賽 入了18強 後來就認識了十幾位不同的朋友 都很喜歡唱歌 大家一起相處了幾個月 感情都很深厚 因為大家一起經歷這件事 當中在這個比賽中我學了很多東西 包括了舞台的技巧 唱Live 或者是原來錄影是這樣的 其實學了很多東西 很多得著 最近我們知道你出了新碟 是以翻唱歌為主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這支碟呢 好 那就介紹一下我的新碟吧 我的新碟其實是我的同名專輯Dreamy 這支碟裏面其實就有十隻歌 有一隻是我的新歌《叛途出家》 另外九隻都是翻唱的歌 當中選曲方面 我選了男歌手和女歌手的歌都有 另外就是不同年代的歌都會有 譬如比較舊一點的《讓一切除風》 或者《心愛著你》等等 又或者比較新一些的《千禧年代》 或者《九十年代》等等 譬如《大開眼界》或者《前面遊戲》 這些都是我很喜歡的歌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自己的年代都是聽這些歌搶大 所以選的都是這些對自己很深刻的歌 當中有很多好歌 我想知道你為何會選擇這些歌呢 對你會不會有特別的事情發生過 或者特別的意思呢 其實我選擇歌方面 通常都會先聽它的《melody》 首先如果它的《melody》真的很入腦 都會比較喜歡的 另外看的就是歌詞 歌詞其實我很喜歡就是《前面遊戲》的歌詞 所以我就選了這首歌 另外就是它帶出來的感覺 其實自己一聽就會覺得很深情 始終都是翻唱的版本 你怕不怕有人會拿來跟前者做比較呢 這方面又不是那麼擔心的 因為我相信每個人的聲線都會有自己的角色 就算譬如我有很多歌 都是一些很前輩級的歌手唱 譬如是李香蘭 是張學友歌神唱的歌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自己不同的角色 有很多不同的表達出來的感情 所以不怕的 我覺得大家唱的感覺都是不同的 最重要是唱出自己的風格 店裏裡面那麼多首好歌 會不會有哪首是你特別喜歡或是主打歌呢 《十小歌》我最喜歡的歌 亦都是我的主打歌《半途出家》 是我的新歌 這首歌是我的監製何君源先生作曲 還有填詞是由梁柏堅先生填詞的 這首歌其實我們三個人創作的時候 大家都約出來 聊聊聊天 講一下自己的生路歷程 自己的感情 過去的感情 想表達的東西 而作出來 其實這首歌是我們想表達的東西 這首歌真的可以叫做為量身訂造的 是的 除了唱歌之外 你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特別想做 或者試試新嘗試的崗位呢 其實除了唱歌之外 我最想試的就是演戲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我平時都喜歡在家裏有播劇 播劇我不是一般的那些 我一看電影 我是被對白吸引著的 我是一個對白都不能失去的 而且我是很容易看電影看到哭的 所以我是非常投入感情的人 我希望自己有機會拍電影 不知道自己會不會都是很容易哭的人 嗯 其實你都會投入然後 你會不會當中一邊看一邊鑽研他的演技呢 我有這個感覺的 就是我會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個感情呢 他做了些什麼呢 他的眼神呢 怎麼表達這件事 我其實都 經常都看電影都會看這件事 嗯 我也很希望接下來會看到你的作品 很多人啊 daily hyvin聽言 即使都看電影 大家fant 我很 広